就在前几日,久未露面的唐嫣晒出了一组自拍美照 从照片里能看出她的心情格外好 确认过眼神是幸福感爆棚的女神无遗了 其实自从唐嫣结婚生子后 她就很少现身在大众视野中 在视野方面显得很是佛系 娱乐圈中最低调的夫妻非她与罗金莫属 别的父亲结婚后都是喜怒哀乐各种晒 她俩却平静的毫无波澜 但其实日子过得比谁都甜 而且两人能走到一起也早就有迹可循 两人与2011年拍摄《乱世佳人》相识 从拍戏期间的微博互动就能看出 彼此之间相处十分欢乐 期间还合作了X女特工和可拉猎人 在那时就有网友猜测 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只是一直没有实质性证据 直到锦绣未央的出现 才把他们牢牢连在一起 俩人拍对手戏镜头刚一咖 罗静立刻脱下衣服 劈到唐妍身上怕她冷 唐妍需要站在悬崖边上 罗静也会本能的抱住她 唐妍出不了戏一直哭 罗静就在她身边一直安慰她 担心的小动作根本骗不了人 爱意都要满满的溢出来了 出去片场的互动 两人在公众场合也是明晃晃的撒糖 一次活动上因为唐妍的裙子太长 高跟鞋不小心勾到了裙子 罗静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连忙蹲下身帮唐妍整理裙子 这一幕在当时引起了台下很大的轰动 这明明就是情侣之间的互动啊 在一场活动结束后 被拍到的两人夫妻氛围相当和谐 看起来男帅女美极为登队 虽然照片看起来有点模糊 这时也能看出来这两人的感情是羡煞旁人 唐妍这低头一笑也太温柔了 要我说这才是嫁给爱情真正的模样吧 唐妍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能带给他很多感动 然后他是把自己放到最后的人 操心大哥 对 他永远你最重要 就是 就是 他会让我很感动 这个太重要了 对 他不自私 这是我最看重的地方 看到承尔宁以为罗静对唐妍只有细心体贴吗 不不不 他浪漫起来简直就是一场偶像剧 想在2017年的跨年晚会上 罗静在台下偷偷藏了颗糖在手心 然后趁大家一个不注意 就悄悄转手把糖都塞进唐妍的手里 这简直是狂虐单身狗啊 不久后 罗静去香港迪士尼拍杂志 回程路透照中 他与助理提着两大箱的礼物 而两天后 唐妍就在印子中晒出了哪天的礼物 面对这么一大堆的玩偶 没有哪个女生能不喜欢 2020年两人生下了孩子 唐妍暂时退居幕后 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女儿 今年6月份 唐妍晒出了他与孩子的背影照 并写道 宝贝节日快乐呀 随后罗静现身评论区吐槽 快乐啥呀 大溜一的还被他妈妈安排去上课 一点都不快乐 从这句抱怨就能看出 罗静想必就是妥妥的女儿奴了 唐妍就曾在综艺节目中提到过 当自己从产房出来后 躺在床上不能动 小孩就是罗静自己一个人来管 睡觉都不敢睡 小朋友一定会哭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哭代表的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就会说 是不是尿不湿了 是不是这样 打开开 没有 放起来 然后又哭了 哭了之后 然后我们心里又一颤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听到唐妍描述新手爸妈 带娃这一段 真的太有画面感了 相信很多当过爸妈的人 都有共鸣 而且罗静一旦有空闲时间 都会立马回家带娃 换作以前都是要睡个饱觉的 看到这儿不得不说 罗静担得起 称职奶爸这个称号 此前唐妍在直播中也曾透露 自己在过年期间 大部分时间都在用心陪伴女儿 还会和女儿一起玩拼图 不难感受到 唐妍对女儿非常宠爱 而且十分重视女儿的教育 唐妍在采访 谈到老公和女儿时 脸上仿佛写着 我很幸福四个大字 从她们的言辞中也不难看出 俩人被幸福生活紧密包围着 希望她们一家人 能始终这样和谐温馨地生活下去 小公主也能在家人的呵护关爱下 健康快乐地长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